Hello,大家好,我叫Billy 今天會教大家做一個高強度間接訓練計劃 開始之前,我想確保每位同學 都會有一個成年的家庭成員陪同底下 我們才開始進行 還有,今天有沒有同學不舒服 有的就舉手告訴我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立即開始了 舉高槍,看看會碰到天花板 好,接著我們打開張手 踏一下會碰到附近的雜物 好,待會我們會做一個拉筋 我們會做四個動作,每個動作做十秒 待會我數一,你數二 我數三,你數四 來,如此類推 好,準備開始 頭向上看 一,三,五,七,九 頭向下 一,三,五,七,九 帶著手 一,三,五,七,九 第二邊 一,三,五,七,九 前腳,前腳,後腳,一,三,五,七,九 第二邊 一,三,五,七,九 好,我們準備開始了 現在會教大家三個動作 完成每一個動作之後 我們都會有三十秒的休息時間 給大家休息 好,第一個動作叫 我們要蹲下站下舉高手 現在我們上身慢慢站直 收緊臀部慢慢落 去到關節有九十度的時候 我們站起身,伸高一隻手 好,準備好,預備 好,做到的,你們加油 我們注意呼吸 上的時候呼氣 下的時候吸氣 好,加油 我們跌著我們膝蓋向外的 向外的 好,時間到了 接下來這三十秒的休息時間 我都講一講之後的動作是什麼 還有怎麼做 下一個動作叫 腐膜碰肩頭 什麼是腐膜碰肩頭 我們待會兒 一個腐膜的姿勢 是我們的開始動作 身體形成一個直線 跟著我們的腳的闊度 跟我們的手的肩膀一樣 這樣寬 平衡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右手 碰到我們的左邊肩膀 如此類推我們慢慢 左邊碰右肩膀 我們如果做到平衡之後 就可以慢慢加快 這樣繼續做下去 好,有沒有問題 好了,我們準備好我們的開始動作 預備,開始 記住我們是靠叉手的 互相交替 還有我們臀部就不要壓到那麼高 也都不要 對著到很低 好,加油 我們做到注意呼吸 好,加油 堅持著 好,OK 好了,我們在第三個動作開始之前 我們先給自己一點掌聲 今天很勤勁 我看到大家都很用心去做 好,讓我去介紹最後這個動作 我們這個動作叫做 原地高抬腿 待會我們 大高的腳 膝關節成九十度 我們不過要放鬆我們的小腿 和腳碗 如果可以平衡之後 我們會第二隻腳試 好,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準備開始了 待會要兩隻腳左右左右 不斷交替去做 預備 預備 開始 如果平衡之後 我們可以加快速度 但是咬咬你們也可以的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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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注意擺手 我還有五秒 好,完成 好,我們來到今天 最後這個環節了 相信各位同學完成三個動作之後 都有點累了 不過呢 接下來我們會有個小型的比賽 那一會小型比賽的內容是什麼呢 同學記得第二個動作是什麼呢 我們的虎摸電波頭 一會兒我會給三十秒時間 同學在這三十秒裡面 鬥快做得最多下數的 為之勝出 好嗎 在做的同時 我會在鏡頭前看著大家 但大家也要量力而為 安全也要很重要的 好了,三十秒時間很快過去了 我看到剛剛大家都很用心去做那個比賽 我們先給點掌聲自己 大家也喝一口水休息一下 我多說一些關於這個訓練 剛剛我們這個訓練 其實是主要練我們的心肺功能 提升我們的機力和機耐力 我們今天做了三個運動 和休息了三次 我們的比例是一比一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做一個運動 休息一次 做一個運動 休息一次 但是有些職業的運動員 可能會去到三比一 什麼意思呢 就是可能做三個運動 才休息一次 這樣去提升他們的運動表現 在臨下課之前 我給大家一些功課 但是希望大家完成一次的間諧訓練 可以幫我拍段影片 上Google Classroom 到時候我會給大家一些意見 好了 那今天時間到這裡 拜拜